随着世界范围内的疫情加重 美南报业电视集团发行人李卫华先生 在疫情期间开辟疫情日记专栏 让更多的观众了解疫情对世界经济文化政治等方方面面的冲击影响 关注美日国际最新动态成为第一线新闻资讯 下面来看美南国际电视特评 被警察虐死的黑人男子弗洛伊德遗体 将于近期回到他的家乡德州休斯顿 葬礼已安排在6月8日举行 警方同时通知市民一项大型游行 今天30在市中心展开 并奉劝市区商家在1点前关闭 以防止被破坏 川普总统在严密之戒备下 今天上午从白宫走到对街的圣约翰教堂 并在媒体前高举圣经 他昨天在和州长之视讯会议中 极力主张以武力来制止暴乱 必要时他们将动用美军来为地方拯救治安 五角大厦对川普之行动表示非常的担忧 近一周来 全国各地及欧洲各国支持反对警察暴力制示威 还在不断的进行 各大城市的商家被暴民喜劫抢夺 大街上一片狼藉 连明尼阿波罗市警察局也被人纵火烧了 纽约及洛杉矶昨晚实施了近年来最严厉的戒严令 亚特兰大女市长表示她真的非常无助和愤怒 美利监共和国真的生病了 我们目睹新冠病情在这块土地上造成了上十万人丧生之宝贵生命 四千万失业大军 多半是劳工阶层之非裔及少数族裔 加上警察残暴行径 这股怒气引起之民怨和人民之呐喊是必然的 我们非常痛心之指出政客们为一己之私往往不顾民间疾苦 发表令人发指之不当言论 公然要动用军队对付人民 今天美国不断指责各种国际组织对我们的不公平 也不断的退出许多重要之组织 这种做法无疑是越来越孤立 此种情势将对美国带来更多更严重之后果 全国及各地方有识之士 这是大家应该勇敢的站起来的时候了 这场历史性之战役是我们生存之战 也是为国家灵魂精神而战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今天在费城说 今天我们是为整个国家之灵魂及精神而战